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男人跟女人在职场上的待遇是否能算得上平等呢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去年国内女性的平均月薪是男性的八成 虽然没有完全一样但是已经创下了历年以来的新高 不过当两性的薪水拉近了各项考试标准是否也必须要一视同仁 像是调查局和警政署就打算在未来的特考增加体能测验 不过这样的做法又被外界质疑是故意封杀女性 在职场上男女薪资差距逐渐拉近 根据主计处最新统计去年台湾女性每月平均薪资三万九千一百七十六元 已经追上男性平均薪资的八成比率创下历年新高 甚至女性在广告和私家侦探等新行业的待遇还超过男性 有学者认为这代表女性工作能力已经逐渐受到肯定 不过在男女薪资拉平的速度上还是不够 以台湾这个女性在过去学历的这个快速提升 然后不亚于男性以及这个工作的勤奋度 或是那个投入或是那个企图心 也越来越高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个百分这个女生只有男生的百分之八十 就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仍然我们仍然认为是还有很大成长空间的 无论工作项目和待遇限大多诉求男女平等 但在考试标准上也该疑视同仁吗 调查局就计划取消性别差异 在调查员特考时统一男女跑步标准 还要加考体能测验 而今年警察特考也打算新增单杠测验 女生得去被垂拳十秒 还要在四分四十秒内 跑完八百公尺才能过关 不过这样的变动却引发排挤女性的争议 警教署认为因为工作特殊 任何性别面对的危险都是相同 因此体能要求也得统一 在诉求男女平等的职场上 是不是所有标准都要达到公平 也出现